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鱼大鱼的分享时间 我是凉兄 好久不见了 2025年我要回归youtube了 这是今年我这次频道分享的第一期视频 今天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梦寐一致的东西 想必大家都挺喜欢在youtube看视频内容吧 因为这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 视频平台非常的丰富和全面 但中国大陆的用户必须连vpn才能访问youtube平台 其他国家的用户有很多人为了饮食安全 会先代理网络ip再看youtube 不知您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不用过篇直接隐藏iv看youtube了 答案是可以的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制造的神器 youtube免翻墙精简版 就是屏幕中显示的这个软件 它的亮点在于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看视频全程流畅不卡顿 不管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自身用户 都可以轻松上手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件体积非常小 不会占用手机太多的空间 同时要保留了原本youtube最合适的功能 让你超快刷youtube视频 像这个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 如果你觉得这款工具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实际创造的最大动力 接下来我将一步步教你如何安装而使用 就在看到最后 我还会告诉你一些隐藏的小技巧 让你在youtube体验更上一层了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大家必须先安装好这个youtube免翻墙竞节版软件 早就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可能已经丑见软件下载链接了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先看完我的影视再去下载 可以把我的软件和本期视频中的一些使用技巧一并学会带走 首先我现在是开启折物片 毋庸之一可以打开youtube观光板看视频 观光板的使用效果就没必要演示了 我们现在直接关闭观光板 如果此时打开youtube免翻墙竞节版 播放视频时就会发现网络速度超级快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网络速率超过了15万kbps 峰值的时候甚至有178万kbps 这个视频的做者说这是12k 120fps的视频 画质非常高 但是我的手机只能减码播放4k画质 现在我们快进看这个4k60帧的视频 是非常流畅的 好了 接下来才能展现我制作的这个软件的神奇之处了 我现在是属在中国大陆地区 关掉手机代理网络的翻墙工具 现在打开youtube官方版 是无法观看任何内容的 会这样一直卡着 ok现在关掉官方版 这里先清空一下youtube免翻墙竞节版的软件信息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软件只占用了52nb的内存 点击打开它 首次打开需要等待几秒配置软件信息 首次打开时软件界面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这并不是没登录的原因 而是youtube官网的特性 它并不知道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东西 所以就需要你自己搜索第一个想看的视频 例如我现在搜索科技 随便点开一个视频 然后就可以重启这个软件了 软件重启之后就会发现首页有内容了 我现在是未登录状态 youtubeshows也能观看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观看youtubeshows短片的时候 画质有点模糊 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增加清晰度 我们先去播放一个长视频 然后就会有画质更改的选项了 我们选择1080p播放 然后我们再去看youtube平台的短视频 就会发现 短视频的视频画质变清晰了 虽然我们是未登录状态播放的 但是软件设置功能依然可以用 这里有个视频预览的功能 强烈建议大家保持开启状态 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无广告的观看youtube视频了 例如首页推荐的视频 我们只需在视频前稍作停留 视频就能自动播放 播放时视频中是不会穿插任何谷歌广告的 进度条可以随意拖转 视频声音和字幕可按右上角的按钮手动开启 第一次开启了 后面播放视频就会默认保持开启状态 这个方法我在这个新频道的视频中也有详细效果 有的人可能会问前面说的看完都知晓了 那你自己制作的这个软件能正常登录谷歌账号使用吗 那当然可以了 接下来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登录账号之后的使用效果 我们点击登录 就来到了谷歌官方的账号登录网页 这里我用前几天注册的谷歌账号 可以免双重验证登录 ok 登录成功了 可以看到自己订阅的YouTube频道 可以给视频正常点赞 看视频评论以及评论视频内容都完全没有问题 观看记录和点赞记录都在个人主页能留言到 设置里给大家保留留更改位置的功能 这样大家就能随意切换位置看不同国家的热门内容了 具体关快方法 在这个YouTube平台使用指南的视频中有详细演示过 其他详细设置也有说明过 大家在此视频的简介区里点击相关视频链接就能观看了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这款APP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持有中的最大动力 这款YouTube免翻墙进阶面APP是我自己开发的 完全免费分享给大家 下载链接就在此视频的简介区里 如果你在时间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力帮助大家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